亲子的教养路上 大家是否有道理我都知道 但却忍不住让理智线断掉的经验呢 福岛盛兴高中 特别邀请到彭川云老师 以桌游的方式 带家长老师感受真正的自己 进而看见背后的期望与需求 所以透过一个短短的小活动 只是金币银币的剪刀石头布的交换 却可以让老师同学 还有家长明白 原来我希望我的生命当中 可以充满什么样的风景 当你越了解自己的期待 透过实际上的互动 然后去发现的真相 才比较有机会受到感动 回到家里成为你改变的行动 因为感动才有机会转化成行动 才能与孩子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模式 也更能够面对孩子的成长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在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12岁以前 决定权是在父母亲 12到15岁父母亲孩子 两个要肩并肩一起看事情 15岁以后可能还是要开始学习做决定 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成长过程当中 那父母亲应该了解 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他所站的位置 其实在学校当中 我们也开始希望孩子知道感受是什么 然后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当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表达感受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美好 因为感动才有机会转化为行动 才能与孩子建立更有效的沟通模式 也能一起面对孩子的成长 让我们做爸妈的能够更了解自己跟小孩之间的 其实点到底是在哪里 美好的关系还是要从感受自己开始 其中的理智线是关键 理智线会崩溃的原因其实是我期许有一种亲子关系 我希望有一种生活方式 但现在的孩子他长出来 虽然是我生的 可是怎么做的 想的跟我不一样 因为崩溃的那一刻 其实就正是你的期待落空 你事实上虽然会生气 可是生气是一张包装纸 包装的是你的失落 你对孩子的期待失落了 你对于自己要成就一个好父母的形象失落了 所以这时候深呼吸 先回到自己的期待 我什么落空所以难受 然后才会生气 当你可以先安顿自己的时候 你就更能够理解你的崩溃来源 安顿好自己 也就越能理解 越能凝聚亲子关系 你就会发现 断掉的不会是理智线 连接起来的 会是你们彼此亲子关系的爱之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